听别人的故事 学自己的道理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与出轨老公到民政局离婚当天 他在路上被雷劈中当场身亡 葬礼上 小三全家叫嚣 让我腾房腾车 我一通电话 叫来五个壮汉 下一秒在场所有人彻底傻眼 离婚当天 我老公被雷劈死了 真好 户口本上离异变丧偶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他的情人叶飞正拉着医生要赔钱 医生 我才是死者家属 张浩他出轨活该被雷劈 跟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张浩的死亡证明上签字后 将医生拉到身后 啪啪两巴掌甩在要医院赔偿的叶飞脸上 你凭什么代替我找医院要赔偿 见不得人的小三吗 你和浩哥都要离婚了 你更没有资格 叶飞捂着脸叫嚣 却不敢再往我跟前凑 不巧 我瞅着一旁的虚影开怀大笑 昨天因为某人肚子疼让我老公赔 我的离婚手续没办成 而今天 我没有离婚 只有丧偶 说起来 还是要多谢你呀 如果不是你 拉着他上山看星星 他也不会死 我也不会继承他的遗产 叶飞眼角带泪 黑曲曲一团飘过去 似乎想安慰他 发现没用后 张牙舞爪地飘在我面前 要拉我下地狱 哦 放心 你下地狱我都不会 这时 派出所的民警到了 叶飞宛如得到救星一般 抱着警察数数求救 说我打他 我掏出准备好的文件和视频 警察同志 我要告他偷窃 我买的彩票中奖 一千万 昨天彩票丢失 一条监控才发现那天 只有张浩和叶飞在家 本来想离婚以后再找他们算账 既然送上门 那就择期不如撞日 我跟着去路口供 路上发信息给恶婆婆 叶飞偷了咱家的彩票 奖金一千万 张浩看见 跳脚怒骂我恶毒 霍水东引让我婆婆去对付她真爱 我笑了 恶毒 很好 我还可以更恶毒一点 从派出所出来 我马不停蹄地给张浩办手续 连夜把它烧成了渣 然后塑料袋一包 拎回家去了 一路上张浩不断叫嚣 嫌弃我不给他买那个三十万的白玉骨灰盒 三十万你配吗 你偷我彩票 死了竟然还想让我给你花钱 想得美 再说 你不去缠着你的小三来找我干嘛 你能看到我 拱娇娇 你把彩票给叶飞 把家产给我妈 不然 我就缠着你不放 张浩说着 不断往我身上扑 灰渣子枪的我鼻子痒 阿T 再闹 我送你去喂鱼 张浩消停了 我缓缓输口气 回家还有硬仗要打 果然 单元楼下 婆婆已经等候多时 一见到我 就开始哭闹 都是你不离婚成全阿浩和飞飞 才害死了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名来 妈 张浩出轨活该被雷劈死啊 这说明老天有眼 我故意刺激婆婆 婆婆果然气得脸颊发青 扑过来要打我 我索性坐在单元门前不起来了 装模作样擦眼泪 老公呀 你怎么就抛下婆婆 就自己走了呀 你让她可怎么活呀 都怪叶飞她不要脸 大半夜拉着你去看星星 才害你被雷劈死 她害死你不要紧 还偷走了咱们一千万的彩票啊 这话说完 宛如热水滴进了滚油锅 次来一声炸开了锅 出门溜弯的邻居们都堵在门口看热闹 偷彩票 你们彩票中了多少钱 一千万呢 就被那小三偷走了 人群一阵唏嘘 好事者早就开着摄像头直播了 婆婆急了 谁家中奖往外说 扯着我往外走 我重机悬赏 谁有叶飞偷我家彩票的信息 一条信息我出五万块 我趁机拿着叶飞和张浩头挨头的照片 分发给大家 张浩的魂魄在一旁上窜下跳 想要收回床照 但无可奈何 我低头洋装伤心偷着乐 这床照还是叶飞发我的 既然能发给我 想必不在意让大家都看看 我婆婆一听拿钱换消息 不干了 张牙舞爪就要来打我 那是我的钱 你凭什么说给就给 婆婆 那是我买的彩票 怎么就变成你的钱了 我顺势躲在一个壮汉邻居身后 壮汉一把薅住他的头发 把人低溜了起来 矮胖的婆婆在他手里 跟低溜带宰的肥猪似的 那人然后转身 对我说 我还真有好东西给你 你等着 我点点头 壮汉顺手一丢 就把我婆婆扔到了垃圾桶 我看着婆婆在垃圾桶里 像壳朝下的胖乌龟 半天翻不过身来 直接把装骨灰的塑料袋 送进他怀里 这是你的好大儿 拿好了 然后拿出一张检验单 对了 叶飞怀孕了 说吧 我就走了 婆婆没了儿子 孙子何钱 会选哪个 呵 我可真期待那俩人到时候的表现 至于张浩 当鬼就老老实实 当个绿帽鬼吧 第二天 大哥送过来一个U盘 内容可真刺激 大哥在家直播武术表演 身后出现妖精打架 还有张浩 在床头发现彩票递给叶飞的画面 就因为这俩人 我直播间被封了 说我涉谎 大哥说起来就咬牙切齿 我十万元同情这位无辜受波及的热心邻居 婆婆和叶飞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有些疑惑 难道 他们就不怕我找到证据 直到律师将张浩公司的股权合同摆在我的面前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我将他们想得太善良了 他们不只是要彩票 是连我和张浩公司的股份也要 一张张照片 一段段视频都显示着他们的邪恶 张浩原本还在头对我破口大骂 立刻龟缩一脚 假装阴影 他尾了 我却要高潮了 终于老娘要翻身了 张浩公司卡上干干净净的铃鱼额 离婚协议上巨大的债务窟窿 张浩人是死了 但做过的事都留有痕迹 银行卡交易记录 微信聊天记录 甚至是藏在短信收藏家里的会员卡号 张浩转移婚内财产 并捏造虚假债务 一旦被我查证属实 呵 只能说 吃了我的东西 全部给我还回来 张浩看我一项一项整理着证据 他想掐我脖子 却碰都碰不着我一下 只能争鸣着一张脸 心不甘情不愿地哀求我 拱娇娇 我求你 你把公司的股权留给叶飞 好不好 我微微一笑 张浩 你说你辛苦一场 却都便宜了我 是不是不甘心呀 可惜 再不甘心 你也只能忍着 派出所里 我拿出叶飞偷拿彩票的视频 证据确凿 他被逼无奈 只能把彩票还给我 我接过彩票 觉得晦气 藏哪里不好 藏内衣里 不过 我看着气哼哼 拉着婆婆离开的叶飞 他该不会 以为这样就算了吧 我给律师使了个眼色 律师识趣地喊住他 叶小姐 张先生婚姻存续期间 为您花费的所有财产 都在这个表格内 请您在十日之内归还 不然 等待您的 将是牢狱之灾 拱娇娇 张浩送我的东西 你凭什么要回去 那都是留给我孩子的 叶飞显然也懂法 知道我若是起诉 肯定能要回财产 所以 一边朝我恶语相向 一边眼泪连连 向婆婆哭求 婆婆有些异动 张浩也不停在一旁上蹿下跳 可惜她浑身焦黑 面目猙獰 吵得我眼睛疼 我转身想要离开 婆婆喊住我 拱娇娇 飞飞都把彩票还给你了 你把公司的股权给我 那是我儿子的财产 我和飞飞肚子里的孩子 都有继承权 哦 股权呀 我没有股权啊 婆婆拦住我 你没有股权 那张浩卖掉股权的钱呢 你把钱给我 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负债表 张浩欠了一屁股债 卖股权的钱 那肯定都是还债去了呀 我婆婆把我手里的文件抢过去 看得怒火中烧 你个小贱人 那是我儿子留给我的钱 谁让你拿去还债的 说完 我婆婆朝我扑了过来 叶飞也挤在我身后 准备和婆婆一起对付我 我能怎么办 只能躲呀 砰的一声 两人撞在一起 紧跟着 是婆婆的哀嚎 我的老妖啊 叶飞为了保住肚子 拉着婆婆垫背 妈 保护好孩子 张浩在一边上蹿下跳的凑热闹 不去关心他亲妈 反而关注什么事都没有的叶飞 不知道我婆婆能看到这一幕 会是什么感受 我看着婆婆艰难揉着腰战起身 似乎还想为叶飞肚子里的孩子 讨回一些财产 我站在一旁问婆婆 你怎么确定 叶飞肚子里的就是张浩的种 又直指负债表 你知道你儿子是怎么欠的钱吗 他给叶飞买了大瓶层 买了奢侈包包 账面上写的是借的高利贷 你说 这钱到底在谁手里头 婆婆傻眼了 买房 我怎么不知道 张浩又尾了 哎 我都不知道 您怎么会知道呢 你只知道叶飞要你问我要钱 怎么会知道钱到底是谁花的 我故作哽咽 我一个月三千 哪里知道怎么花钱 这话是以前婆婆朝我要钱时 说我的话 她说 你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块钱 还想学着花钱 当时张浩跟在一边说什么 妈是为了我们存钱 我当时恋爱脑 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张浩 也就没往心里去 直到张浩出轨 东窗事发 叶飞给我发了床照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就醒了 就好像蒙了一层蜡的明珠 突然之间光滑尽线 洗去尘污 现在 面对他们的纠缠 我也不会丝毫留情 叶飞 你是知三荡三 一个三福天 卖不出去的臭货 找到郑主的门口 要武扬威 简直是憋下的东西 王八蛋 张阿姨 我看在张浩的面子上 喊你声阿姨 您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也老大不小了 张浩这人渣 早死了养不了你老 但也不至于捂着驴粪蛋里 当宝贝蛋 拿着青青草原 当船家宝 别说张浩遗产 都让这叶飞给片眉了 就算是有胜的 也没见过 婆婆带着 小三赌正七门的 你就不怕九泉之下 被祖宗戳断了几两骨 不过也对 你个老的不讲究 在外包小白脸 小的有样学样 包个小三 你们一家可真是上梁 不正下梁歪 我婆婆一脸心虚 你说谁包小白脸呢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说完 拽着叶飞飞快逃走了 对完婆婆那两个奇葩 我去找闺蜜 商量股权变更的问题 张浩手里 当然没有股权 都被我抵给了闺蜜 这不是一笔小钱 九位数 算起来 比我中的彩票还要多 而且 我还张浩他妈 在外面有 见不得人的勾当 等拿到闺蜜手里的资料 我真是大开眼界 果然 我还是太单纯了 张浩这一家人 真是没有不要脸 只有更不要脸 之前我猜测 婆婆去包小白脸 真相往往更狗血 你说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闺蜜好奇 还用说 肯定是小白脸的呗 那小白脸 不会善罢甘休的 呵 谁怕谁 来两个 我插出去 来三个 我送进去 晚上 回到家中 张浩蹲在门口 入目是扭曲掉渣的宁笑 晦气 我一脚踹过去 竟然将他踹飞了 张浩错愕 再挑过来 又被我一巴掌扇飞 他躲起来 再不敢露头 我不着急找他 现在还有别的事要忙 我知道有人躲在窗帘后面 因为今天出门 我根本就没有拉窗帘 至于来人是谁 不出意外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小白脸 那人是个赌徒 最近被追债 不管是婆婆 还是叶飞 现在根本没钱 给他还赌债 所以 他才想起来找上我 我摆摆手 贴身保镖 藏在门口等待时机 然后进到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 哗哗的水声 还有我愉快的歌声 很快便让他放下心来 张浩 你不知道吧 叶飞怀孕了 张浩听到这话 从镜子后面探出头来 你怎么知道 你想干什么 他看着我十分谨慎 躲着我 怕我再扇他巴掌 我冷哼一声 我怎么知道 当然是你的好情人告诉我的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我借故和张浩大吵一架 摔了加料的饮料 错过了前一天 预约的时间 我俩不得不第二天 再办离婚手续 结果 第二天 张浩就被雷劈了 我不会干什么 只是我十分好奇 你一个无精正 是怎么让人怀孕的 你胡说 你自己生不出来 就栽到我身上 张浩的虚影晃来晃去 我知道他想干掉我 可惜他不行 你一次三分钟 一星期都来不了一次 老二就是内下了锅的挂面 有什么资格点冰点浆 干点活就腰酸腿疼 吃饱了牛肚 在厕所了提湿 三十的年纪六十的心脏 老寒腿都比你利索 长得不好看 想得还挺美 现在乌鸦黑叫娃娃 想孩子 想疯了拿着别人重当自己的 冲什么大尾巴狼 没有蓝色 逍遥晚 你哪来得自信 拿着骗子当心肝 活该你被雷劈 张浩愣在了那里 久久没有说话 我和张浩的对话 就像是自言自语 躲在窗帘后面的人 忍不住房内的诡异气氛 跳了出来 打劫 快把钱交出来 他一身黑衣 戴着口罩帽子 一时很难看清长相 你的彩票呢 藏在哪里 我的彩票在哪里 你不知道 叶飞没告诉你 什么叶飞王妃的 我不认识 他有些心慌 脚步不自觉 往外跨了两步 不认识叶飞没关系 李玫瑰总认识吧 我婆婆李玫瑰 人老心不老 扒着儿子吸血不够 还想找个有钱的儿媳妇 只可惜看走了眼 看上了一个 绿茶味超浓的诈骗犯 叶飞看上张浩 看上的是他拼死攒下的家业 后来偷听我打电话 知道了彩票的存在 便又想谋财害命 可惜 其差一步 小白脸林涛是他的情哥哥 俩人共同行骗多年 在床上滚了得有几万里了 如今被我揭穿了身份 林涛也不遮掩了 拿着刀子就要捅 张浩这会儿 总算是有点反应了 合着 这就是自己的绿帽天使 扑着朝林涛身上又挠又抓 可惜 一直在做无用功 这边保镖 快速从门口跑来 一脚踹掉林涛手上的凶器 一个甩手将人拿了下来 我拉开窗帘 对面楼上的大哥尴尬地向我摆摆手 嗯 人证物证都有了 当天夜里 我再次来到派出所 接待我的民警都有些无语了 我建议现在就逮捕叶飞 民警小哥哥 冲我翻白眼 没事多读书 别看些不正经的新闻 我摸摸鼻子 和保镖小哥儿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溜了 叶飞和林涛最终最正确凿 终被扶法 恕罪并罚 叶飞最终被判了15年 林涛20年 本来叶飞还有机会缓刑 生完孩子再服刑 可惜他做起经来 又是跨省潜逃 又是躲集装箱的 愣是把孩子做没了 张浩自此之后沉默起来 现在就剩婆婆的事情 婆婆李玫瑰不敢相信 自己心爱的小天使 竟然和未来的儿媳妇 是一伙儿的 老太太昏昏沉沉了好几天 终于想起来和我争遗产了 如果他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我倒不介意和他共同刮分渣男的遗产 毕竟就那么些钱 我也没有存心贪磨 可惜 人老了便傻了却心更贪了 他竟然想要我的命 难道人渣是家族传承 自从叶飞 林涛伏法后 我也清静了几天 结果这天早上刚出门 就被一个形容邋遢的男人缠上了 老婆 你快跟我回家 男人拉扯着我就要往路边的面包车上拉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心中一脸 这是遇上人贩子了 现在我孤身一人 也不是家附近 路人看来看去不敢上前 我还没动一下 那个男人就大叫 他有精神病 小心抢你们的手机 围观的路人后退了一圈 刚想张嘴大叫 他却捂住我的嘴 说我胡编乱造 以为穿件好衣裳 就是城里人 我急得眼泪直流 可惜力气不够挣不开 这人形容邋遢身上 却没有意味 而且力大无比 没办法 我挣扎用尽力气 将背包扔了出去 一时间 纸张现金飞了一地 人群喧闹起来 这时 一个年轻男子上前来 你说他是你老婆 你怎么证明 他叫拱娇娇 就是俺老婆 他知道我的名字 是谁在害我 你胡说 这是我们办公室的设计师理解 他一个包都十几万 能买你一辆车 怎么可能有你这样的老公 男人一听 是熟人 拉着我想跑 又想去捡包 最后路人围起来 拿刀威吓着逃跑了 而救了我的年轻男子 安抚着我送我回家 回到家中 我左思右想 张浩在一旁冷嘲热讽 这是看上人家小年轻了 想来个老牛吃嫩草 他扭曲着脸尖声大叫 别让我找到机会 找到机会 我弄死你 而我却觉得是有蹊跷 毕竟之前 彩票中奖的事情影响挺大 虽然还没领奖 但是已经有好家媒体摸上门 按戳戳要求捐钱 捐钱 肯定是要捐的 但是 不该捐给这种 要上门来的野鸡 到时候肉包子打狗 我是有理也没用 如果是因为这个 就有人想要绑架 也有可能 但是 今天这事情 明摆着是有人想下套 至于哪个才是真正的主使 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正在这时 电话响了 闺女啊 你啥时候回来 老爸憨厚的声音传来 身后是咩咩的洋叫声 等等呀 再等上半个月就回了 律师这边还得走流程 最快也得十来天 好好好 回来了就在家休息休息 咱们别去外面 辛苦了 挂断了电话 我心想不能坐以待毙 我爸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可没时间 在这里瞎好时间 门外逮逮响 我开门一看 是婆婆李玫瑰 她拎着保温壶 言笑艳艳 就剩咱们娘儿俩了 我想着好好商量商量 好好商量 那就迎进来 最近呀 你也受苦了 我给你炖了汤 趁热喝吧 婆婆从厨房拿出碗 盛了汤给我 乌漆漫黑地看起来 不是很合我的胃口 偏偏婆婆抹眼泪 以前张浩在家的时候 最喜欢我熬的汤了 看到这汤呀 我心里难受 说完 催着我喝汤 擦着眼泪进卫生间 洗脸去了 我趁她不注意 把汤倒进了角落的发财树里 这时候 张浩出现了 蹲在发财树旁边 乌漆骂黑的 看不出表情 妈从来没给我熬过汤 嗯 这是在跟我说话 这件事 从始至终 都是妈在里面捣鬼 她找了小白脸 又找了叶飞那个骗子 如果不是 她贪财好色 我也不会和你离婚 不离婚 我也不会早早死去 都是她的错 合着渣男沉默这么久 就是为自己的出轨 找替罪羊了 我翻翻白眼 躺沙发上闭目养神 真是脑残了 才听这鬼话连篇 咦 睡着了 婆婆推推我 我没动 她嘀咕 要笑这么快 然后嘻嘻索索 我听着她翻我的包 在茶座下面的保险柜找东西 用房间里来来去去翻个不停 忽然 电话响了 我心里一惊 婆婆接电话了 什么 你上来吧 记得戴好帽子 我偷偷将藏在手掌下的手机打开 紧急求救 有人敲门 婆婆去开门 我趁着她们不注意 从沙发跳起飞快 跑进房间降门反锁 张浩大叫 妈 她跑了 快追 跟在我身边跟疯狗似的 虽然不抗用 却吵得很 一巴掌送出去 清静了 外面那人 我瞄了一眼 是早上那个人贩子 大门是智能锁 我手机上有软件 可以智能反锁 还能响起警报音 婆婆和那人发现我躲进房间里 便拿刀要劈门 框框几下 还没把门劈开 门锁上的警报响起来 她们放弃劈门 准备逃跑 可惜大门反锁 逃也逃不出去 逃不出去 就又返回来 框框劈门 这时 婆婆叫起来 从书房的窗户 可以翻过去 糟了 忘记还有书房 我跑到窗户边 拿起灭火器 在一旁守着 那人刚从书房探过头来 被我用灭火器砸脑袋上 疼得嗖得一下缩了回去 我得坚持下去 只需要五分钟 被我安置在楼下的保镖 就会上楼来 这边婆婆在披门 眼看门被披了条缝 很快便会闯进来 那边书房也得严防死守 突然 握室门锁匡响 马上就要被暴力拆下来了 我不得不推着桌子 顶在门上 张浩的声音忽然传来 贱人 你快死了 扭头一看 书房那边 人贩子 已经穿过窗户来到了卧室窗口 我拎起灭火器 朝窗户砸去 可惜那人脑袋都砸破了 竟然还是冲进了房内 他手上的水果刀 迎着灯光发射出刺目的荧光 张浩躯黑的虚影和他重合在一起 猙獰的脸色让我愤恨交加 难道我要死在这样的人渣手里 不可能 不可能 伸手抓过黑曲曲的虚影 掐着他的脖子挡在身前 就算你是鬼 我也要你再死一次 不要 身后传来婆婆焦急的声音 张浩张大了眼珠 被水果刀插破身子 变成黑雾消散了 他满脸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做鬼还能再死一次 而我 躲过了一劫 有鬼 真的有鬼 那个鬼 浑身焦黑 面目猙獰 嘴巴那么大 满嘴疗牙 我没说假话 真的有鬼 警察同志 我没骗人 刚才我真的见到鬼了 不信你们看监控 人贩子是婆婆里玫瑰雇佣的 本来是要把我卖到大山里的 没想到反被我送进了监狱 那人手里犯案累累 上下线人数众多 最终被一网打尽 而婆婆 罪证却凿 当天晚上的事情 被我新安装的摄像头拍了个清清楚楚 他最终 也被送了进去 进去之前 他问我 那个东西 是我儿子 在他闯进房内之后 见到了张浩消失的一瞬间 屈非丑陋的一团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 张浩死后 他一直跟在我们身边 我不介意说出这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的所作所为 以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都知道 他知道你骗他 他知道 你扬小白脸 他也知道 你和叶飞的打算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 不是全部 可那又怎么样 不 不 他不知道 你是在骗我的 李玫瑰惊慌失措 保养细腻的脸像 均裂了一般 瞬间失去了精气神 我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后来听说 李玫瑰疯了 他在监狱里到处找儿子 他问监狱长 他死后会不会变成鬼 鬼会不会再死去 疯了的李玫瑰 最后在越狱的时候 摔下高墙当场死亡 我得知消息的时候 正在一片绿茫茫的大草原上 找我的新头宝 彩票和账号留下的遗产 足够我一辈子挥霍 茫茫的草原 一望无际 东边一片白 是我爹的三千头羊 西边一片白 是我割的三千头羊 远处红棕的一大片 是母亲大人送我的代步神居 而眼前的茂密草丛中 藏着我的新头宝 宝儿 你在哪儿呀 我一边咩咩咩 一边宝呀宝地叫 可是那只可爱的小羊羔 就是找不到 那是我精挑细选 精心喂养的新头宝 今天是个好日子 闺蜜终于有时间来看望我 我要向她展示我的新头宝 有多么的可爱 小羊咩咩咩 雪白的身子娇嫩的叫声 抖着铃铛从不远处的草丛中 跳了出来 呀 真可爱的小羊羔 对吧对吧 这是我精心喂养的 一点腥味都没有 可是她这么可爱 闺蜜迟疑地盯着小羔羊 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了她 这么可爱 不用来吃 才是浪费 要不然等她长大了 就是一头风骚的臭羊了 哎呀 不要嘛 要嘛要嘛 哥 真好吃 不愧是我的新头宝 酒宝饭足 我惬意地躺在草地上 看着蓝天白云从眼前挑过 心旷神怡 可以想象 往后余生 都是这样的痛快日子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父母把我当提款机 还威胁我的婚姻 我霸气反击 让他们一分都得不到 十八岁之前 我很少回亲生父母家 基本都和爷爷奶奶 还有大伯一起生活 大伯年轻时候 出了车祸 一生未娶 所以我才一岁的时候 就过季给了大伯 但是 我的爸妈并不难过 因为他们喜欢男孩 而且 第三年 他们就有了我弟弟 在我十八岁那年 大伯因病离世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十几年的生疏 导致我在家里 总是各种被嫌弃 父母在经济上 更是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大学时候 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还带了回家 即便对方是学生会主席 可是当他说到自己 来自农村 家境不好的时候 我爸妈的脸 瞬间变成了一面冰山 那是我第一次分手 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现实 为了讨好父母 刚工作半年 我就省吃俭用给父母 还有弟弟 买了当时最新的苹果手机 随着我工作经验的积累 收入也水涨船高 然而 我以为的孝顺换来的 却是他们的变本加厉 甚至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首付一半是我出的 月宫也是我来承担 我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希望他们可以把我当作家人 包括认可我的婚姻 然而 我还是想多了 男友诗行 是个国企职员 父母分别是老师和公务员 家庭谈不上多有钱 但是也算得上小康 我和诗行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他比我大一岁 因为有着相同的兴趣 所以很快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交往的第二年 我就把他带去见了我的父母 第一次见面 爸妈表现得很客气 对诗行也赞赏有加 正当我以为他们能同意我们的婚事时 我妈却对我说 婷婷 你现在还小 谈恋爱 可以 但是别急着结婚 可是我都见过诗行父母了 他们也对我很满意 还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结婚 日久见人心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过两年再说吧 我明年就要三十了呀 我说出了自己最担忧的事 然而他们却以现在人结婚 都晚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百般的阻挠只是为了从我这里拿到更多的钱 因为如果我结婚了 向我拿钱就变得愈发困难 在他们眼里 我只是一个提款机 只能说我讨人喜欢 诗行的父母一心认准了我这个未来儿媳妇 生怕被人抢走 所以第二年春节刚过 便带着诗行上我家来提亲 我爸妈着实也是吃了一惊 但是也没道理拒绝 便礼貌地接待了 亲家 我们确实很喜欢婷婷 想着孩子们也都到了成家的年龄 你看是不是可以先定下来了 哎呦 我这女儿娇生惯养 就怕不懂礼数 以后为难了诗行这孩子 我妈客套地回应着 绝对不会 您放心 我们给他们买了一套房 婚后小两口自己住 我们不参合 只要他们尽快让我们抱上孙子孙女就行 说完诗行的母亲笑了笑 我爸妈也陪着笑了起来 或许是听到对方给我和诗行买了一套房 所以我爸妈也不好意思拒绝 至于彩礼 我们这里都是八万 二位有没有意见呢 亲家 是这样 我们老陈家也就这一个宝贝女儿 家里亲戚也多 我不想 他们七嘴八舌 您看十五万可以吗 我妈礼貌性地在座争取 我试图给她使眼色 可是她却装作没看到 我爸也只是陪着笑脸 没问题 婷婷我们认准了 彩礼亲家说多少就多少 诗行的爸爸非常干脆地拍板决定 就这样 双方定下了订婚的日子 我也算敢在三十周岁之前把自己给交出去了 婷婷 你弟弟小凯也准备订婚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 诗行的父母前脚刚走 我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商量 我和我弟从小除了春节才会见面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我妈既然开口了 我还是顺着她的意思表个态 我到时候给个大红包吧 你这个做姐姐的 红包大那是自然的 我的意思是小凯 还没攒够钱买房 你总得帮衬一下吧 听完我妈的话 我脑袋像是被重重敲了一下 什么意思 难道要我给她买套房子 我转头看了看 我弟和我爸 一个低头玩手机 一个低头喝茶 妈 你不会想让我给陈璐凯买套房吧 就算我有心 也办不到啊 你这话说的 你怎么办不到 我妈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刚才施航爸妈说 给你全款买了房 你和施航就不用买房了 你工资高 帮衬弟弟也是应该的 我爸也发话了 爸 这和工资高没关系 他结婚当然是他自己买房 你也说我只是帮衬 最多到时候我送他一套家电 陈璐凯抬头看了我一眼 不屑地笑了一声 又继续玩起了手机 陈璐婷 你要是这样说 你这婚也不要结了 你马上和他们说我不同意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妈 用婚姻来要挟我 就是想让我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买套房 我低下头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行了 婷婷 这样吧 你就给小凯出个首付和装修 贷款他自己还行了吧 我爸递来纸巾 用这样的方式安慰我 别演戏了 当初这套房 你们也是用这种方式骗我出钱 这次我不会再帮忙 我推开我爸的手 斩钉截铁地回应着 现在他们住的这套房 就是先说让我全款买 再降低条件 让我出一半首付 我同意了 结果他们又逼着我还越工 真是气死我了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下你 我妈直接一巴掌盖在我脸上 我笑了 原来小时候大伯没有和我开玩笑 我妈就是不要我才 过计给大伯的 陈陆凯也笑了 他就像看着笑话一样看着我 看来我不属于这里 我回房间整理了些自己的衣服 准备离开 你走 你只要赶走 我保证你结不了婚 这是我离开家时 我妈留给我的话 我以为只是气话 然而 她是认真的 订婚的日子很快到了 我爸妈还是来了 不过他们是来给我难堪的 离开家之后 我自己租了一套房子 在这段期间 我也和诗行说了 爸妈想让我给弟弟买房的事 他和他的父母也通过气 虽然他们依旧认可我 支持我 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订婚宴上 诗行主动把十五万现金 用红布包着递给了我妈 我妈笑着接过了钱 不过表情里尽显尴尬 亲家 这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婚宴咱们一起办 还是分开办 诗行的母亲率先开口了 这个都可以 只是 只是 我妈回头看了看我爸 我爸尴尬地搓了搓手 低头夹起了菜 只是什么 亲家有话直说 听到诗行母亲的话 我妈点了点头 为难地开口了 礼金要加到三十万 诗行爸妈互相对看了一眼 露出了不悦 他们知道 我爸妈逼我给陈陆凯买房的事 现在我妈这一要求 明显就是要把买房的钱算在彩礼之中 分摊到他们头上 说好的十五万 现在直接翻倍 是不是有点过了 诗行的爸爸在单位里也是一名处级干部 说话不怒自威 我爸赶紧拿起酒杯 想要和诗行 爸爸碰杯 却被拒绝了 我妈更是找了一堆理由 又是亲戚看不起 又是舍不得我这个宝贝女儿 夸张的是明明没有泪 也要假装拿起纸巾擦眼角 亲家 这样吧 这彩礼我先收下 剩下的 就等结婚当天 你们收到红包 再补也行 我妈说着就准备带着我把他们离开 叔叔阿姨 你们愿意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吗? 我看了看诗行爸妈 又看了看诗行 继续说道 我爸妈养我也不容易 但诗行我也是嫁定了 这剩下的彩礼我自己补上 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地娶我 诗行和他爸妈准备说些什么 被我示意停下 我爸妈看着我 以为我想通了 正高兴地点头 我也继续配合着 叔叔阿姨 彩礼你们先收回去 三个月后一起给 说着我从我妈手里把钱拿了回来 我爸妈的脸色一下子绿了 但是又不敢说什么 还只能陪着笑脸 你们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我不仅让你们一分钱都耗不到 还要收回我给你们的一切 回家后 没等我妈开口 我先主动开口了 妈 我想过了 对于给小凯买房 我有更好的办法 我爸和我弟也双眼放光地看着我 期待我答应他们买房的要求 我有个朋友在拍卖行工作 前两天他才介绍我一套法院拍卖的房子 我给你们看看 说着我打开电脑 调出了网页 这么便宜 不会是假的吧? 我妈看了一眼 我妈看了一眼就发出了疑惑 我问清楚了 这个是法院没收的房子 产正齐全 因为限购 外加这种信息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才便宜 他们又仔细看了看 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惊喜 不得不说这套法拍房确实很实惠 地段好 面积大 比同小区售价便宜了百分之二十 只要先缴纳保证金 保证金只要三十万 成交后 虽然要一次性付款 但是可以贷款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 结婚后 我可以让诗航仙借我一笔钱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故意说地为他们着想 我爸妈明显心动了 我觉得可行 我刚查了一下 确实比同小区同户型地 便宜了三十多万臣陆凯 兴奋地和我爸妈说着 有你这傻子神助攻 我也不必再费口舌了 我爸妈肯定会答应 可是保证金要先拿三十万 我和你爸 我爸妈看向了我 我早就料到了 你们看 我余额就剩下三万了 奖金还没发 这个月的月工马上又要交了 我打开了手机银行 给他们看 我爸妈明显在犹豫 我继续说 这可是让小凯最轻松买房的方法了 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我觉得也是 爸妈 你们与其想要多拿十五万彩礼 还不如这便宜下来的三十万 再说 你们不是也存了几十万的钱吗 陈陆凯这傻子表现得够着急的 我妈还来不及阻止 她就把我爸妈存款的底牌都报了出来 我妈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当初买这套房的时候 就死活和我说首付款不够 其实都是骗我的 不过我也不在乎了 我连忙打圆场 对呀 先帮小凯房子买了 她不就能结婚了 说不定我们姐弟还能同一天结婚呢 我觉得也行 有婷婷的彩礼 加上后面月公再帮着小凯 没啥大问题 我爸顺着我的话也劝说着我妈 我知道我妈心里还是有些顾虑 但是这个情况下 她还是答应了 隔天 我带着爸妈他们到了朋友的拍卖行 详细地了解一下 他们的疑虑也打消了 接着我通知了诗航和他父母 这一次我爸妈为了立马拿到十五万的彩礼 态度也是彻底转变 就这样 当天我从我妈那拿到了户口本 和诗航顺利地领了证 十五万换来的证 很贵 但是也值了 拍卖会当天很顺利 没人竞争 陈陆凯以底价顺利拿下了这套房子 不过十五个工作日内必须付清全款 所以我让朋友帮忙 带着陈陆凯提前办理好了贷款 一切尘埃落定 我决定不再管他们的事 过了交月工的时间 银行打来电话催 我妈着急地给我打电话 哎呀 我忘了说 诗航把钱都拿去投资了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钱了 要不您先用彩礼的钱拿去还一下月工吧 陈陆婷 你耍我是吧 彩礼的十五万要给小凯装修的 你现在说没钱 那这两套房的月工怎么办 我妈在电话那头 估计气得想把我撕成两半 现在知道难受了 谁叫你们当初那么贪心 那就没办法了 要不你们就把房子卖了 补贴陈陆凯吧 陈陆婷 我不管 你必须负责 你要不解决 你的婚礼我们不会给你办 我压根就没打算让你们来参加婚礼 我都和诗航说好了 我们选择旅游婚礼 最后 我提醒你们一句 还不起月工 房子会被强制收回的哟 挂了电话 我心情无比畅快 因为他们还得来求我 陈陆婷 算你恨 当初居然在我们这套房产证上 写上自己名字 还没一天 我妈又打来了电话 跟你学的 留一手吗 再说 首付款我出了一半 月工都是我还 怎么说 也该有我一份吧 你 婷婷 你先回来 我们好商量 爸妈也不要你还月工了 我爸抢过了电话 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 不就是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 所以他们单方面是卖不掉 必须我同意 回去就算了 直接去中介吧 但是提前说好 我得找律师办公证 房子卖了 扣除贷款 剩下的部分我要一半 你 不同意就算了 等着被收回去拍卖吧 就算如此 我还是能分走一半的钱 我的态度强硬 不想给他们任何商量的机会 这次又换成了陈陆凯说话 陈陆婷 玩音的是吧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外面关系多 一定找人弄死你 陈陆凯 就你这智商 还想弄死我 我公共是公安部门的处长 就你那些狐朋狗友 你最好没有参与调娼等违法事情 不然一查一个准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就中介见 挂断电话 带上老公 拍婚纱去 半个月后 爸妈为了尽快帮陈陆凯还贷款 不得已降价卖吊住的房子 我也没意见 签字 拿钱 走人 一气呵成 这些钱 足够我们欧洲十国旅行婚礼的 完美 出发的那天 我听说陈陆凯的女友和她吹了 一方面是因为女方不希望公婆一起住 一方面是我爸妈不同意对方要求十五万的礼金 天道轮回 从我身上要走的 都回到了陈陆凯身上 你说何必呢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